夫妻结婚的第一页为什么叫入洞房呢 这背后又有哪些有意思的传说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要说这人生中的大喜事啊 洞房花竹叶绝对是榜上有名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结婚为什么叫洞房而不是其他房屋呢 现代人几乎没人居住在洞穴之中 人类搬出原始洞穴 居住到人为建造的房子中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为什么时至今日结婚还是被称为洞房呢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何有入洞房这一说法呢 对于洞房一词的由来 较为主流的说法是 华夏子孙的先祖皇帝所定下来的规矩 早在远古时代的部落中 为了繁衍结婚的现象就已经是普遍存在 只不过不同于现在的是呢 上古时期的人类相对的愚昧 虽然有婚姻 但却是多夫多妻的制度 也就是所谓的群婚 这种制度之下 各部落之间相互讨伐 争夺女性 不利于各族之间的团结 于是皇帝决定改变这样的情况 首先将群婚制度废除 但是过惯了野蛮生活的族人 根本不理解首领的意图 依旧是我行我素 因为无法判断女子是否已经嫁人 所以部落的野蛮人 看到好看的女子就要抢回去 后来皇帝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给每一对结为夫妻的子民 都举行一个仪式 男子将女子带进自己居住的洞穴 即为礼成 全族的子民共同见证二人的婚礼 自然就不会再出现 因为不知道女子是否成婚 而抢夺族人妻子的事情了 就这样 入洞房就成为了结婚的代名词 流传之间 上面洞房的由来 更像是领导者为了不足的稳定 而创作出来的规则 其实民间还有不少关于 洞房由来的爱情故事 相传秦始皇时期 始皇帝为了享乐 花费巨资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阿旁宫 始皇帝建造了宫殿 那宫殿不能空置这 于是就派手下到民间掠夺美人 安置到阿旁宫供自己享乐 手下来到山西时 听说山西流老汉家 有一位绝色的美女 该女子身姿婀娜 面容精致 一批一笑罪使勾人心魄 此女在刘家排行老三 故被人称为三姑娘 这等美人 岂能逃出始皇帝的爪牙 于是便将三姑娘带回阿旁宫 寻常女子在这乱世之中 虽然与始皇帝没有感情 但是在阿旁宫内住的是宽敞的宫殿 吃的是上好的真修 穿的是紧锣绸缎 即便是与始皇帝的没有感情 面对如此好的物质基础 有几个女子能在这乱世之中经得住诱惑 但是这三姑娘不是一般女子 她性情刚烈 不愿意和素不相识的男人 通床共斩 更不愿意沦为权贵的玩物 于是在前往阿旁宫的路上 趁着守卫不注意就逃跑了 三姑娘逃跑 经过华山时 偶遇了书生沈伯 这沈伯也是一身傲骨 原本沈伯是前往咸阳围观 但是路上听说始皇帝粉书坑儒 于是沈伯愤然脱离朝廷 遇到三姑娘后 二人互诉忠常 沈伯钦佩三姑娘的勇气 三姑娘爱慕沈公子的气节 两人相见恨晚 于是在华山的一处山洞内定了终身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两人的爱情故事 称三姑娘为三圣母 将新婚仪式称为入洞房 好了 这里是雪原桐历史课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私信我 每时每刻为您解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